最近江苏大学公布了2021年度图书馆达人榜单 一名大四的学生已入馆1058次 共计2554小时 成为了年度打卡冠军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自习达人 在江苏大学最新公布的2021年度图书馆达人榜单中 大四学生吴宏浩已入馆1058次 共计2554小时 成为入馆总次数和总时长的双冠王 大概每天早上按照自己的生活中 5点5时6点之间就要起床 6点10分到6点半之间就要到图书馆进行买队 我一般去车库 然后坐在自己的电动车上 背一背单词之类 吴宏浩这次报考的是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的研究生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他平均每天泡在图书馆7小时 目前考研结果还是个未知数 但吴宏浩说不躺平不游天 剩下的交给时间 不少网友都回忆起了自己当年的自习时光 那您还记得自己上次自习是什么时候吗 是啊 你想一想 我上次自习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老话说得好 努力的人不会被辜负 相信这个小伙子 以及所有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努力拼搏的同学 都能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